我注意到有报道称 目前欧美市场天然气价格之差 已达到创纪录的十倍之多 美国商业内幕网披露的数据显示 美国公司每一艘 驶往欧洲的液化天然气船 可赚取超过一亿美元的暴力 很显然 在美国军火商 粮食商纷纷借乌克兰危机 大发战争财之际 美国能源商也没有掉队 搁起了自己盟友国家的韭菜 然而欧洲老百姓要面对的 却是电价飙涨 取暖温度降低 甚至有组织停电的考验 难怪英国前议员加洛伟说 正如美国准备好让乌克兰 思考和警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